HELLO 大家好 我是XXY 今天的120秒評電影要來評的是 米卡朗基羅 無盡之詩 用類紀錄片的形式完整介紹了米卡朗基羅的創作生涯 各個經典的知名畫作 雕塑作品 以及世人對於這位天才的評價和觀點 特別的是電影利用文藝復興的藝術史學家 加入了史學的評論 並且交錯使用米卡朗基羅的獨白 這種表現主義的手法 讓人十分享受在這場藝術的犀利之中 有比於過去人物計時或是藝術家的生平紀錄 米卡朗基羅 無盡之詩 利用類似舞台劇的表演方式 來打破第四道牆和觀眾直接的對話 述說了米卡朗基羅的一生和史學家對他的評價 藝術一直以來都不是一件有距離的事情 反而他應該要更貼近的人心 傳達藝術家內心最澎湃的熱情和想法 以無盡作為標題 米卡朗基羅追求的並非是擬真的藝術品 而是利用大理石雕塑或是這些壁畫 或者是單純利用碳筆在地下室牆上作畫 傳達出他對於生命的熱情和歌頌信仰的存真 他的存在意義就是能夠讓世人來欣賞美的禮物 他也讓我們知道這些藝術品的價值是無窮無盡 遠超過本身的材質或是價格 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是非常感動 因為他利用4K高畫質的技術來拍攝 包括米卡朗基羅經典的聖傷、大衛像、摩西像等等的雕塑 梵蒂岡、西斯丁、李拜堂的創世紀天頂化 或是最後的審判等等的作品 從每一幅作品的創作背景 到成品展現的各種值得注意的細節 解說的過程之中 我們仿佛就像是能夠觸摸到這些作品一樣 這部電影真的是獻給熱愛藝術的朋友 一封最美妙而且讓人享受的情書 他帶給觀眾的是一種沉浸式的情境 一窺這位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 在創作的過程之中所遭遇的喜怒哀樂 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更高更廣的觀點 來欣賞這些藝術的寶藏 感受藝術帶給人們的慰藉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120秒評電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不用按讚分享 不想錯過我任何的文字影評 或是最新的電影資訊 或是閱讀有關這部片的 完整影評文章內容 也不用按讚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不是公怒聲 我是你的好朋友XXY 來感謝你